我們今次在講如何釋放禱告和醫治的禱告 其實今次是完全會接不到醫治的 因為只是講到釋放禱告的 歸釋放禱告是一個挺有爭論性的一件事 這件事是在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才發現有些雕徒 而且都是爭信耶穌的 就會有一些邪靈的反應 這件事是很多人比較難接受 為何會這樣呢 為何他們信耶穌也會有邪靈呢 在《以弗喪書》第二章 我沒有打到他的經文出來 就講到在撥益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即是一個人未信耶穌的時候邪靈運行 即是說他是被魔鬼控制的 被魔鬼影響的 當他信主之後 都看他是否立即將生命交給耶穌 例如我用一個例子 大家在未信耶穌之前 有否生氣人 心中存了一種不歡喜的心 對某人有負面的感覺 有 而下一個問題 你信耶穌之後是否立即沒有了 是否立即戒了 不是 未信耶穌之前 有些污蔑的意念 信耶穌之後是否立即沒有了 又不是 所以魔鬼在我們心中運行 在未信耶穌之前 信耶穌之後是否全部沒有了 其實不是 很多人依然是有魔鬼的工作 有些人說 那你是耶穌 已經接受耶穌做主 為甚麼 接受耶穌做主 又會有邪靈在這裏呢 因為我們心中沒有完全被神掌管 主導文裏面有一句 願你的國降臨 這個國包括一年的國度 更多人信耶穌 第二個 一起說一年的國度 願你的國降臨 第一就是一年的國度 更多人信耶穌 第二就是 神掌權的國度 一起說 神掌權的國度 即是在哪裏 神掌權那裏就是祂的國度 那你的心 是否完全神說甚麼 你就做甚麼呢 還有你家裏是否神說甚麼 因為我家裏面都有吵架 不開心 煩惱 這些就是難阻 即是在我們心裏面 沒有給神掌權 沒有給神掌權 有誰掌權呢 就是 罪性 首先 罪性 有罪性的時候 就被魔鬼留地 魔鬼就會影響 但是魔鬼掌權的地方有多少 有時我們不能夠判斷 一定有多少 但是 譬如我們都可能聽過 有沒有聽過 教會裏面的人吵架 又開會留教 各位的人 教會裏面有些人 基督徒都會軟弱 其實神很好 神很好不是神的問題 而是人的問題 即是人都會被魔鬼留地步 被魔鬼留地步 魔鬼就有入侵的機會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人沒有給神掌權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 有些人曾經拜偶像 接觸靈界 我們講邪靈的時候 發現邪靈是會抓住那些有罪的人 不肯走的 很簡單的 有些人願意放下他的罪 放下他的主權 交給耶穌 很容易釋放邪靈的 但有些人不肯的時候 是很難的 我曾經試過為一個人講邪靈 講的時候很有反應的 怎麽知道後來始終那些邪靈不走 原因是甚麼呢 他不肯搖說他的丈夫 他有沒有搞錯他對我這麽不好 他經常發脾氣 他經常有這麽多不好的事 我們怎樣勸他 他有問題 是他的問題 何必因為他 以致你永遠都釋放不到 他又知道經常都釋放不到 但他始終不肯搖說他的丈夫 這樣的時候他就一直受苦 後來很多年之後接觸他 也是一樣有這個問題存在 他以前用了不同的方法 接觸靈界 他又買了水晶 有些人買水晶來得到力量 又有其他的伴偶像 以致到去到甚麼程度 他會聽到邪靈跟他說話 感覺到邪靈在吹氣 而且感覺到有人在床上走路 其實邪靈的工作 亦都在磅上 大家如果在 我不是叫你去搜尋 不過是在網上有說到 有時有些人甚至會邪靈跟他有性交 可能呢 其中一個見證就是張佳音 你上網都可以找張佳音的見證 他就說到邪靈會拔他的心的洞 跟他有性的行為 那他問他的老師 那老師引渡他進入印度教 他說為甚麼我這麼清心去打坐 為甚麼會見到邪靈的呢 那一路追問 最後那個老師說 其實我也有的 還有那些人告過的理由 那他唯一提議就是 你不如去印度那裏 或者那裏可以解決 不過神就拯救他 來到香港時有基督徒幫他 結果他就發覺 當他一想到耶穌 一說耶穌 那些邪靈就走 他就知道那個真是耶穌才是真的神 不是他們印度教所信的 他們打坐經歷到那些邪靈 其實那些經常都拔他做一些不好的事 那大家上網可以找到這個文件 那你想要也可以傳個電郵給我 然後我就可以傳給你的 好了 就是說 我們看到就是人有罪 邪靈不肯走 而我發覺很多貂徒 就是他裡面不肯讓步 他堅持某些罪 以至邪靈走 或者他以前接觸過靈界 邪靈始終 就是當他信耶穌的時候 他根本不是被耶穌掌管 所以耶穌不能夠把他裡面清理 但是當一個人真的把生命給耶穌的時候 耶穌是可以完全釋放一個人 耶穌是沒有問題 是問題在人那裏 不是在神那裏 神是完全沒有問題 釋放所有人的 聖經的根據 告訴我們很簡單 耶穌已經聖過一切邪靈 所以說邪靈其實不恐怖 其實我們今天也有跟人說邪靈 在趕邪靈來說 這一個人的趕邪靈比較強烈 他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其實他現在已經比以前好很多 但是因為他又在怨若裡面 所以邪靈又回來 他今天也一樣有 之前 再之前的時候跟他做釋放 他也是這樣的 是完全好像昏迷 即是直接說不到話 整個人是失控 沒有反應 但是他告訴我們 他裡面其實知道我們做的什麼 聽到我們說的什麼 但是他外面反應不到 他說不到 跟不到我們合作 那我就告訴他 我說你聽到的時候 你相信耶穌是得勝的 這是第一件事 想趕走邪靈 最重要的是相信耶穌的邪靈 和任何一個弟子 也不用害怕的 其實你看到我們趕邪靈 如果你參加我們的短孫群組 短孫包括在外地 和本地服侍都是屬於短孫的 你如果參加群組 你和Mandy報名 就可以收到我們的訊息 我們什麼時候有人做釋放 但是其實我們差不多每個星期 4點鐘都會有的 我們下個星期都有的 因為再跟他做的 你可以回來 你看到沒有什麼恐怖的 只能看到邪靈的力量 和看到這個人 他被邪靈的控制 待會我們先說 最後怎樣幫他釋放 一起讀盧家鄉十章十九節 我已經給你們全兵 可以践踏蛇和蝶子 由聖我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沒有有什麼能害你 這道聖經說得很清楚 很簡單 神已經給我們全兵 可以践踏蛇和蝶子 這裡說到是邪靈 因為後面那裡說的是邪靈 聖我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沒有有什麼能害你 因為上文說開 他叉營門外出去趕邪靈 可以趕邪靈 耶穌就告訴他 我已經給你這個權兵 能夠剪达蛇和蝶子 是說到我們有這個權兵 所以當你說邪靈的時候 是完全不需要害怕的 但我試過比較反應強烈的 其中一個人 跟他說邪靈 因為他在祈禁肚 忽然間有反應 我看著他眼 鳳爺和蝶子分辨裡面 邪靈離開 哇 他的眼睛很凶很凶 然後他立刻向著 另一個我們一起的人 因為當時是小組開會 他一看著另一個人 一看著那個人 整個人反彈 很害怕 然後我們頭來問他 為什麼會看那個人呢 他說因為裡面的邪靈 知道誰是軟弱 他立刻看著那個人 那個人就很害怕 但其實我又說不需要害怕 因為有耶穌是不需要害怕的 有耶穌可以勝過魔鬼 一切的權兵 我看著那個人 他的眼睛很凶 但他一點都不害怕 一點我也覺得自己都懼怕 是邪靈害怕我 其實我很多次跟人說 邪靈看著他眼的時候 他就會很害怕 裡面有一種懼怕走出來 他就告訴我們 邪靈害怕我們 不是我們害怕邪靈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不用害怕邪靈 如果你有怕黑的 我希望你一直宣告 不用怕黑的 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以前看過鬼戲 有時想起鬼戲的內容 是影響你的 所以希望你以後不要看鬼戲 還有你求耶穌幫你 放下以前的鬼戲 一目膜的發生什麼事 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起鬼戲 那你多親近神 整個壞事 所謂的得性 還有你看到我們說邪靈那麼容易 那麼輕鬆 你就會不害怕 這是最好的方法 正面從神來的能力 去幫我們勝過 就不用害怕的 一定可以勝過的 問題就是人的罪而已 在啟示錄二十章 一個天使就可以抓住魔鬼 是所有邪靈的頭 有時我們覺得 魔鬼很厲害 但其實不用害怕的 啟示錄二十章一節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 從天降下 手裡拿著無底坑的弱事 我一條大鏈子 他捉住那龍 就是古蛇 又叫魔鬼 又叫撒大 把他近傍一千年 神來說是很簡單的 捉住他就捉住他 天使就捉住他 他完全沒有反抗的能力 看得到 我們根本不需要怕魔鬼 不需要怕邪靈 這是最重要的 但因為有些人有些不同的經歷 有些不好的經歷 所以就引致他有一種懼怕 那這個懼怕如何勝過呢 第一就是 每一天告訴你 神愛我 這個很重要 即是 深信是不難的 我有一個比喻 我都曾經用過 大家希望放在記憶裡面 假設 有一個人 當你年輕人還沒結婚的時候 有一個人是很好的 一個異性又信主 瘋狂地追來 簡直有一個人瘋狂地追來 你會不會擔心 哎呀 糟了 今天不知道他會不會 他會不會喜歡我 因為今天又不喜歡我 如果他每天都瘋狂地追來 每天你跟他說些什麼 他都很開心 他馬上寫一些信 回應給你聽 現在不是寫信 以前是寫信 現在WhatsApp 就告訴你 哇 你看一看我 我真的 哇 整個人都暈了 你跟他說些話 他很開心 如果一個人 經常都跟你這樣說 你會不會擔心他今天 不知道今天他有沒有改變他的心 會不會擔心 不會的 如果你爸爸 經常都對你這麼好 經常都 我第一天在某處 我見到一個女生 跟我爸爸在一起 那個女生 有一個小小的皇冠 很小的 我以前都見過一個 另一個 我們聖典大學的同學 他有一個 No.1 的 閃閃發光的一個 胸口針 我就問他誰送的 他說我爸爸送的 我爸爸說我是No.1 然後我在車上 我就見到這個女生 就有一個皇冠 他爸爸在旁邊 我覺得就是他爸爸送給他的 就是告訴他 你是我的公主 神就是這麼喜歡我們 如果有一個人這麼喜歡你 你都會這麼歡喜 有信心 神這麼喜歡我們 就是我們記述一件事 神的愛和起源是有分別的 神是愛世人 全部我們都愛的 而神是起源所有的兒女 但聖經也說到 當我們遵從他親近他 是神 因為我們親近他 他是起源我們 那種的起源 我們很簡單 十二門徒 特別有三個 跟他上去 登山別營 特別是彼得 耶穌就跟他說 我要將教會 建立在這個盆石上 他對約翰 約翰就記載 耶穌所愛得那門徒 那對誰的愛多些 我們不用去想 總之這兩個是特別 就是多提的 讓我們看到 神都會和某些人關係更加好 譬如聖經說到 神一清阿伯羅恩 是他的什麼 他朋友 我去毀滅 索多馬 蛾摩 怎麼可以不告訴我朋友 即是說到 神和某些人 有特別好的關係 但他特別好的關係 不代表他不愛你 他一樣是想念我們 即是個個想念 那你想和他特別好關係 怎麼做呢 很簡單 你每天來到他神面前 每天親近他 每天悔改 感謝 讚美天父 經常都是跟從神 那你說我有軟弱 如果要軟弱 立刻就處理 還有我在輕鬆得性裡面 講到怎樣處理罪 因為有罪的意念 立刻處理 立刻得性報告 立刻留意到問題 然後心上有破壞性 最重要知道破壞性 很簡單就是 老鼠藥你不會喝嗎 你不會喝 你知道它不好 但我們對於罪 很多人對於罪 就覺得 不要緊要 凡人一次 下次再算 就知道一定有破壞性 一定是不好的 雖然神一定會死 但他一定會留下一個不好的後果 好像有些人 他會 敏不刀 戒手 戒手 他後來不死 不過 留下一些痕跡 就是犯罪 是會留下一些痕跡的 所以 我們知道的時候 留意到心上的破壞性 接著用聖經的觀念 取代和處理 接著親印神 我就選擇 本來想罵人的 但是我的生命這麼寶貴 那個動力就是 我的生命這麼寶貴 神這麼看重我 我罵人就破壞了神的計劃 只要知道 如果有一天 譬如有一天 我犯了一些大的罪 結果二牧師 就再不能复出來服事了 那你聽到他會覺得怎樣 這麼可惜 他幫那麼多人 為何自己搞不好呢 我告訴你 我不要浪費自己的命 所以我會很珍惜自己的命 你的命是否重要 是最重要 是你最寶貴的一件事 你的命是比一切寶貴的 所以你就說 神啊 我要珍惜我的生命 我不要浪費你的命 我珍惜的時候 有罪 我知道它是毒 我一定不要去進入 這樣的時候 你選擇就會進入 我例如一個例子 大家看新聞 我想看到一個新聞 有一個警官 警官為了107萬 其實他的退休的錢 遠超過這個數目 他為了107萬 但他不單止沒有了他的份工 沒有退休金 並且他要面對坐牢 現在不知道怎樣做 總之他一定有懲罰 我們覺得很可惜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會想不清楚 就是因為人 因為賭博 我相信賭博 這個我不肯定 不過去澳門 都多數是賭博有關的 因為賭博的緣故 以至會進入這個地步 基督徒未必是這樣 但我們浪費的命 是不是很可惜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的生命很寶貴 就處理生命了 那你處理生命的時候 總之你有軟弱 你就處理生命 就沒有問題 我有軟弱 處理生命 就不是一個問題 好了 這就是說 靠著耶穌一定得勝 只要我處理生命 神一定會歡喜我 神一定會看著我 神一定會喜歡我 每次都會告訴自己 神很喜歡我的 你可以現在笑一笑 神很喜歡我的 神很喜歡我的 神很歡喜我的 神現在掛著我 神現在在我前後環繞我 我按上我身上 神陪著我 經常都說這些話 我起床就這樣說 就算我很開心 我都說過 繼續開心 更加開心 時時活在這種喜樂的狀態 這些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是真的有權兵 另外的經文 這裏沒有打出來的 大家可以寫下 就是馬可福音十六章 耶穌說到 你回往普天下 要傳福音急萬民庭 信而受洗 他必然得救 然後信的人 有神跡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命趕鬼 後來就說到 手岸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就是說 我們有這個權兵 而且聖經說 是誰有這個權兵 是不是牧師傳道 信的人 就是你有這個權兵 所以基督徒 你一生人 起碼做一次釋放 和人做一次釋放 你做了一次 你當然不會只做一次 你就越做越多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禮拜二能夠早點來 是陸續都有人做釋放的 這個是給你一個 很好的操練的機會 所以聖經說了 我們可以這樣做 好了 有些什麼難了 我們得釋放的原因 我們這裡有沒有寫出來 下面那個 其實因為我打 把那個字沒有拿走 第一 就是跟神的關係 跟神關係不好 當阿當下巴犯罪 結果就怎樣 神就跟他說 下面那裏讀十八節 地必給你長出 經激我質迷來 你也要吃田加的菜喪 你必看留滿面才得無口 直到你歸要討 為什麼人會有邪靈 和各樣的問題 整個人的問題 就是由阿當犯罪開始 當罪進入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就會有 驚激之危 就是有不同的破壞 魔鬼來到就是 偷竊殺害毀壞 就是他來到就會破壞 所以當一個飄途和神關係不好 也會有很多問題 有些人很埋怨神的 我說 我信耶穌 為什麼我家裡經常吵架 我說 我信耶穌 事奉又沒有果效 也有傳道人跟我說 神都不祝福我的 我傳道又沒有果效 我家裡有這麼多問題 但是人很喜歡賴的 是不應該賴那個 到底我們不好 是因為我們不好 是因為神不好 就是會不會有一天 去到天堂神 說對不起 真的很對不起 我真的不記得幫你 搞到你 真的一鑊抱 你整個生命 都是很多麻煩 都是我錯的了 請你言恕我 神真的需要 請求我們言恕 神一定是做得最好的 所以我們深信 其實世上一切問題 我們追回都是 我多吵架的人 自己有沒有錯呢 其實都是有的 很多時候的人 找我們輔導 很多姊妹尋求幫助 我老公經常罵我 當我輔導的時候 我發覺 她也有做很多不好的事 都有發脾氣 嘗氣 嘗嘩 都是令到丈夫 很容易有這種反應 其實兩個都有錯 兩個都是需要改的 但是現在是罪的緣故 所以必定有各樣的困難 這是和神的關係 第二就是罪 有人福音五章五節說 一個人有三十八年 病了耶穌 已經好了 十四節一起讀 後來耶穌在殿 遇見他對他說 你已經傳而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犯罪是會更加厲害的 你想不想那些災禍到你身上更加厲害 我想誰都不相信 但是很多人都覺得 可以走過神的手指欄 中國人有句說話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為什麼呢 政府有什麼規則 總會找出一個方法 可以兜過法律圈子 仍然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我這些新聞都看到了 但是很多人就想著 神有政策 我有對策 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是不是很聰明 不是 自己是聰明 是一定蠢的 一定的後果一定自負 因為神是看到人的心 神是掌握一切的恩典 所以當人以為 他可以走過神的手指欄 你想走過神的手指欄 神已經知道 是沒有人能夠走過的 所以當我們說服這件事 我們就不會隨意犯罪 當你知道每一次犯罪 當你想到一罵人 後果就是自負 或者不耐煩 有時候 基督徒未必去到罵人的位置 有些都會罵的 就是不耐煩 哎呀 很煩呀 你幫來幫去都是這樣的 或者沒有說出來 跟他做釋放 總是不趕走那些邪力 總是不聽話 哎呀 真是不聽話了 真是不要用了 這樣 有沒有幫助呢 沒有幫助 越做越辛苦 其實他的責任是他的 我們不用背著 但是我們有內心 你說這樣的人 真的很難有內心 但是你越沒有內心 受苦的是誰呢 自己 自己就越多苦受過 是不是 你越有內心 不要緊的 但是我努力去做 但是我不用背著他的擔子 那你就會做得輕鬆 我也感謝神 今天的輔導 是有一個突破 即是釋放之前的 是在十五分鐘的時間 忽然間兩個改變 態度改變 然後呢 肯說正面的說話 然後整個關係改變 當然 我下個星期再看看情況如何 但是他已經開始看到 咦 可以的 不用一定要說負面的說話 因為他兩個都說 鬥說 那我發覺不行 一定要停止這件事 然後呢 我就提議一些 就是很多人不懂得說正面的說話 提議怎樣說正面的說話 他在說的時候 又加一些語氣 他有時 好像在關心我 有時試一下關心我 為何你不說他關心你呢 你要加多這個字 就像一句表情加起來 有事啊 好像想關心我 你要加這句說話 可以不用說這句說話 就是他關心我 他想說正面 我回覆他 他說正面的時候 他用紙針 咳咳咳咳 即是 又被一枝糖 講多話說話 不是這個意思 一口砂糖 一口糞 不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的 是這個意思 給了一口砂糖 不要緊要 這個就是告訴別人 人有事就是這樣的 他講他好話 他要跟著跟著 就說他好似幫我 好似對我好 其實他這句好似 就把所有的說話 全部取消 所以我們講說話的時候 完全想讓人覺得好的 覺得舒服的 覺得被愛被看蟲 就不要整死去刺他 任何的罪 任何的罪 就會有破壞性 你想刺人 一定會受刺 你想踢耶穌 耶穌和蘇羅怎麼說呢 你用腳踢刺是難的 你想極黨神是難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聽完神的話 這裏不是個個都是傳道人 但是你一樣是毀身 你聽完神的話 你一定無封 你越抵抗神 一定自己受苦 就是罪會帶來邪靈 被魔鬼留地步 正經也講到有不同的情況 都是邪靈帶來疾病 帶來不同的問題 正經也講到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要講到這個阿巴的鬼 鬼出去阿巴就說出話 即是說當他被魔鬼留地步 魔鬼就攻擊他 偷竊殺害毀壞 魔鬼來到一定是做破壞的工作 其實我們今天做釋放 那個人他也講 他說當時罵得很厲害 那些邪靈在裏面罵 後來越趕就越少 聲音很小 後來沒有罵了 沒有聲音 還有那些不舒服就走了 我剛剛在昨天聽到另一個人 就說到 他又是魔鬼罵他 咒罵他 用不好的說話 並且是同一個聲音 我就告訴大家 這個一定是魔鬼 如果是心中意念 不會有一個好像一個人的聲音 這就是邪靈 即是被魔鬼留地步 可以是扮偶像 總之任何地方 容許魔鬼進入我們裡面 都後果必定是不好的 也就是這個癲癲病的人 有邪靈在他裡面 當奉耶穌命 耶穌趕了 不是奉耶穌命 耶穌趕了 耶穌趕的時候 跡摘了鬼 鬼就出來了 他的痰子就醫好了 第四 就是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情緒 潛意識 內在世言 其實我想說這些powerpoint 如果你們給了手指 我全部給你就可以了 全部給你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下個禮拜拿回來 不用那麼辛苦 反而你寫下這些notes 好了 下個禮拜 是 你下個禮拜拿回來 OK 好 拿手指 這裏說到 這些一切 其實很多人邪靈不走 就是因為這些問題 這些負面 其實都是屬於罪的 不過我將它分開另一件事 就是人一起讀 負面思想 情緒 潛意識 淪在世言 負面思想 其實很多人說 不是的 我都很正面 經常都想到 神愛我的 祝福我 但是人總會這樣想 哎呀 為何這麼難啊 為何這麼難搞啊 這麼難去幫這個人 我們就會有一種負面的思想 神都不幫我的 這句說話 出現多不多 為何神不是馬上聽過祈禱 這些聲音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有 當你留意到 你越同神近 你就會留意到 神跟你說這些說話 就是告訴你 你看這些是罪 負面思想 情緒 就是心裡面 經常都怨恨 低沉 不開心 潛意識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已經入了內心 發夢的時候 我聽到一個人 他有精神的問題 情緒的問題 他就說 他晚上會喊到後門痛 就是 他睡覺的時候 那些害怕啊 那些憂傷啊 就會走出來 就是人入了前面識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這種情況 我自己都有一段時間 心裡很害怕 怕什麼呢 因為人們批評 我自己無緣無故會害怕 有很多人會發覺 自己無緣無故會不開心 這就是潛意識 潛意識可以治好的 怎樣治好呢 我簡單講 就是一定每天用神的說話 神的應許 神的愛來充滿取代不好的東西 一想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立刻說 神是照顧我的 一想到困難 就是神一定為我開出路 就是時時有正面的意念 經常贊給神 神愛我的 神禁 神祝福我的 天天 跟自己說 以至心裡 好像 那些很被父母親愛的小朋友 那些很被父母親愛的小朋友 當你看到父母 一跟他說 去做什麼 去加油 或者送藥給他 哎呀好開心啊 我的太太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Shirley就是這樣 因為那些什麼呢 我一跟他說 他很開心的 就是小孩子一樣的 就是他因為 就是他 他是被愛很多 他都很簡單接受神愛 所以他的心 很簡單很輕鬆的 但有些人是很害怕的 我試過在車上 我見過一個小朋友 跟一個爸爸說 我想吃雪糕 他馬上 馬上 upgraded 馬上不行 馬上 Paper 馬上 back 馬上 Ber了 首先他馬上 爱充满就会一路一路处理到 内在誓言 内在誓言是什么意思呢 我都做不了 这些是内在誓言 就好像宣告 我做不了的了 没有人喜欢我的了 我不行的了 这些是内在誓言 就是在里面不要告诉自己 我不行 我做不了 我不可爱 这些是不好的 人会受自己的什么影响呢 跟上面一样 就是受到这些负面的说话 这些所有负面的影响 还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人的关系 这些都影响我们 以至于人呢 亦都可以被邪攻击 当人长期一种不好的情绪 负面的问题里面 就会受影响 人制问题 每天都跟人吵架 每天都被人罵得很不开心 又处理不了 处理得了 处理得了 你就可以得性了 就是说 他是另一个人 他说的话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不用被他影响 我就连恕他 看恕他 知道他受了很多伤害 所以他这么连恕的人 我就连恕他 祝福他 说正面的说话 那这个就是不被人影响 不被人影响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性 但是很多人在人制问题 是很惨的 就是很辛苦的 或者互相伤害 吵架 或者睡觉 很多人是无缘无故 睡了 现在这个时代有什么原因 很大原因 WhatsApp 上网 不知道为什么到夜 那些人就有很多信息 很多信息 然后你又回覆他 回覆他 又想等他 结果就无缘无故 分辞 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三个钟头 其实呢 就是 越早睡是越好的 如果你 越是早睡 你的身体越健康 你越晚睡 你日日起床 都没有那么健康 也都影响整个人的情绪 整个人的内心 这些都影响可以 邪人攻击的 其实任何一方面的软弱 邪人就可以入侵的 或者食物 食物有什么关系呢 整天吃完垃圾食物 那些人呢 自然整个人都不通畅 整个人 就是 看到那些肉是泡的 看到肉是灰暗的 不是健康的 那时候呢 整个人就会 这些都是 不健康的方式 都会影响一个人 这个其实也影响了 疾病的 这个 我们下一次 不会重复回这几件事 就是说 这几件事也是影响疾病的 跟神 跟神的关系 就会 一个人 就有很多困难 和罪 会影响你个人 有病 或者割荣的困难 被魔鬼留地步 魔鬼就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可以影响身体健康 还有 负面思想 情绪 潜意识 内在事业 这些呢 在《轻松一圣》里面 我有讲到的 如何处理的 还有你们来这一齐 敬拜呢 在我敬拜 我尽量想大家 闭上眼睛 其实我尽量不唱 那么多歌 唱简单的 然后等大家 很惯的 耶稣真好 耶稣爱我 感谢耶稣 很轻松的 你惯了他 你就 任何时间 都可以跟神 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那你就能够处理 这些所有负面的东西 不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好了 做释放的过程 如何做释放 第一 就是辅导对方 如果对方仍然有理智 为什么我这样写呢 因为有些人要释放 真的完全没有理智 为什么没有理智呢 他跟你说了一个问题 你叫他说耶稣 说不出的 这样的情况 你就辅导不了 可能你不能做到全面性 都可以做到些少的辅导 那做什么些少的辅导呢 你相信耶稣真的很爱你 耶稣祝福你的 一定赶走邪灵的 你有信心 当你能够跟随我的时候 你的心 你就想着邪灵一定要走的 耶稣一定赶走邪灵的 你就吹他出来 就是你叫他合作 那可能他不能做到那么多 这是一个指示 帮助他接受释放祷告的 好了 在辅导的时候 要做的事情 这里很简单 大家一起读一下 我简单将辅导的过程 很简单说出来 第一就是 就是聆听对方的情况困难和感受 先听他说 譬如有人有邪灵 我们都问他 你那个情况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影响你 有什么不开心 邪灵怎么影响你整个人的生活 然后带着同理心回应对方的感受 就是说 他对方不开心 你心里面觉得怎么样 他不开心 他不开心 首先 你心里面感受他不开心 譬如他说 我每天都睡不着 那你自己想象一下 如果你每天都睡不着 每天都有些声音在你旁边说话 那你会继续辛苦 那你就想象 你想象到 你就能够说出来 如果我每天都睡不着 每天都有声音在你旁边说话 真的很辛苦 那你感受他的感受 他就觉得你 就是你听到他说话 感受到他感受 如果你说 没问题 一会你趕走一整年了 他就觉得他说了一样 你好像听不到 感受不到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是听到而感受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讲给人听问题的时候 你是否想别人 只是告诉你如何解决 不是啊 你都想别人感受你的困难和痛苦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你不只是感受他的痛苦 那就完蛋了 就是辅导不只是安慰他的 亦都是去帮他引导他 那引导过程呢 就是引导对方 找出问题和问题的根源 就是 譬如他说到 经常都跟着方吵架 那我们就去 就是我 我首先就是感受 如果一个人 经常都老公 跟他吵架 那当然很辛苦 我都感受一下 就是 哇 每天都吵架 真的很不开心 就是感受他的感受 回应他的感受 然后呢 都开始问 就是去问他 引导他 你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情 当你去问的时候 不要首先有个定论 一定是你错多些 或者一定对方错多些 而是想去了解 就是说 不要判断 而是去了解 还有不要有自己的agenda agenda 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一说的话 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了 我知道 我就用得性报告帮你了 就是心里面 就是想着 我就要用这个方法帮你 就会忘记了应该做什么 好了 找出问题和问题的根源 然后第四呢 就引导对方 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那这个情况 不是一定要每次都说的 譬如有个人 他就说到 我现在每天都很烦 我就是靠吃药 每天都是靠吃药 我才睡到觉 我才没那么烦 都搞定了 都没问题了 那我们有时候 都要引导他 去问他 以前是怎么样 就是 开始有病的时候 是怎么样 后来怎么样 到现在是怎么样 他告诉你 的时候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你觉得将会会怎么样 就是让他知道 这个事情 不是就这样 自然会解决 人 让他知道的问题 譬如有人说 每天都有赤人跟我说话 但不要紧要 他又没有害我 我又没有死 又没有什么 他又觉得不要紧要 那我们都要引导他 让他知道 你觉得 魔鬼会不会有好东西呢 就是去跟他谈 就是留意他的情况 然后去 帮他找出这个问题的来源 因为有时问题的来源 不是只在某些事情 有时是那个本人的价值观 譬如有很多人没结婚 他很不开心 很烦恼 他想找辅导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里 觉得一定要结婚 而他没有结婚 他觉得很失落 那时候他很难接受 我们不能够 一下子说 你是不是一定要结婚 他没有能够接受 我们都感受 是的 你会觉得很辛苦 因为你觉得 找到一个对象 没有一个人 好像很亲近的 关心你 觉得很失落 即是都认同的 但我们首先要引导他 去给他看得到 即是他如何引导他 去看得到问题 在哪里 不只是他没有结婚 也都是他内心里面 他的不开心 第五就是了解对方 曾经用过方法 和有效的程度 你用过什么方法 这个包括 比如处理邪灵 处理其他问题 有没有曾用一些方法 有没有效呢 帮不帮到呢 三四五 三四就是问题 然后五就是他有没有用过方法 然后六七就是如何解决 即是在辅导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感受 也都是去寻找 那个问题在哪里 那个来源 然后呢 就寻找处理的方法 还有知道他有没有 就是用过什么方法 有没有效率 就是有没有帮助 跟着呢 我们要讲释放邪灵 因为那个过程都要时间 那么第一步 为什么会先是辅导呢 因为没有辅导呢 没有处理呢 是发觉很难赶出邪灵的 因为他里面 可能每天都不开心 每天都烦恼 每天都觉得自己很沉 的时候呢 他是很难得到释放 所以我们今次呢 就停了这路由 接着我们就听一些录音 听录音 就听到那个辅导过程 那么就 其实辅导呢 是不容易的 但是这个也是 处理生命 譬如当中我们可能有人 都觉得自己有一些邪灵的影响 那么很多人就说 我有什么聚会 我都去的了 我去的聚会 我又奉耶稣明 他又奉我赶的了 每次都有一些反应 不过肯是赶来赶去 都赶不下 那时候的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到生命 就是有些人 我也曾经去的 聚会见到他 他又帮手 帮手的团队 但是怎么知道 他一到祈祷的时候 他就哭得很凄厉 就是我怎么知道 他不是感动呢 感动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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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种哭法 就是那种很凄厉的 就是感动 就是你看到 他人都会感动的感觉 就是有些人很凄厉 因为他里面没有处理好 所以真的要赶起来 是一定要处理生命 才能够赶到的 没有处理生命 是你赶了 就是有些人 就只是做灵性的释放 慢慢地赶快 但是呢 始终释放不了 所以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这个 处理他的内心世界 和他处理他如何面对他的问题 那这些东西都包括我们自己 那我们现在呢 就会有一些录音 那我们多谢 其中我们一位姊妹 那我们 就是我们不用去想他 就是做得怎么样的 其实他做得很好的 我首先呢 我下一次才讲 因为为什么呢 时间关系 如果我再讲 再讲下去 如何释放邪灵的过程 太复杂了 所以变成了三个礼拜 如果起码三个礼拜 就是这个礼拜 就是这个礼拜 就讲这个 开始辅导处理生命以后 接着下一次 就讲到释放的过程 再下一次讲医治的过程 有时呢 有时呢 我们会分落了对方的感受 就会什么呢 几样东西 听不到 或者指控 或者不接受 或者不回应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听到对方的感受的时候 听不到 不如他说 唉很烦 接着呢 我们很留意这句话 留意下一句 这些事情 只是在想 如何解决 因为我心想想要解决 譬如我想问你 有几次你家人说很烦的时候 你会回应他呢 就是很多时候 他说的烦 你整天都烦了 你整天都是这样 你根本不会觉得一回事 第一听不到 第二是指控他 就不接受 觉得你不应该 你不对 或者不回应 这个都是辅导的时候 要留意 不要做这些事情的 因为我们要回应 好了 这里有一些例子 这些小小的例子 没有听到 或者回应对方的需要和感受 受助者想表达自己同步 但是辅导者只想帮助他 有时呢 两个人 一个人想一样 另一个人想另一个样 这个人很容易 很容易会达到的 我当日和这个姐妹 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和她说 你可不可以让我用你的录音 在这里聚会使用 他就有一个表达讯息 他就说 我有些 我怕着有些不好意思 或者觉得好像做得不好 又不知道会不会 给人有负面的感觉 那我就留意到 我就想说服他 没问题的 每个人都接受 我们都做得不够好 我都做得不够好 大家都学习 我就发觉 有两个对立的兴趣 她的兴趣就是告诉我 有困难 没有兴趣 告诉我 没那么困难 你有没有试过 有人跟你溝通 他就说某个困难 你说没什么 没有困难 我们总有一个想表达的东西 好像这里 我很烦 你听我的提议 就不会烦了 这个就是想告诉你 他会烦 他想对方说 我知道你很烦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这个是另一个人告诉他 你听我说 你就不会烦了 两个人的目的是不同 一个是想表达他的烦恼 但另一个是没有时间去听他 他只是想告诉他 你听我说就没问题 这个就是他听不到 好了 那有些可以怎么回应 这个例子 我很烦 这个我讲出几种回应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知道有些人或者事 令你烦恶好 我知道你不好受 我感受你的烦恶 我感受你的烦恶 这个就是感受他的回应 就是他的感受 就是同理心 这个同理心不是说的 但心里远都知道 他有困难 这件事我都说 人人都很容易犯 哪一个人辅导 最难都是这件事 好了 我们说完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不是停在那里 不是只是说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不开心 难道我们都感受到他的辛苦 但不是停在那里 接着下一个是什么 一起读一下 这些人事怎么影响你 就是怎么影响你 就是了解一下 让他说出来 给他时间去说 然后跟着呢 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处理呢 有时他真的会说 我试过处理的啊 那又问他行不行啊 旁边那里有什么 有什么方法 有什么方法 有什么有效呢 就是有时人会想 其实他都试过这些方法 是可以的 不过后来放弃了 那这个就是 我们了解他的情况 又了解他的困难 那这个就是 回应他说的那句话 就是回应他说的那句话 就是继续进入 另一句话 我都听过对方 或者回应对方的需要 或者感觉 譬如日常生活 不只是辅导 方法其实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的 夫妻各自讲自己的需要和感觉 譬如我太太说 你妈妈对我不好啊 那那个丈夫就说 你对他好些 他就对你更好的了 那那个太太想表达 你妈妈对我不好 她想丈夫怎么回应呢 她想她表达 知道她辛苦的 但是那个丈夫就说 你对她好些 她就会对你好的了 你不要计较她了 就是两个人有不同的目的了 好了 可以有些什么说话说 我们一起读 我代表我妈妈对你说对不起 这个 我代表我妈妈跟你说对不起 继续了 我知道你嫁了 要给我带来很多困难 我知道她有很多困难 我家里有很多困难给了你 第三 你上次依然对她很好 我肯感激你 你上次对她好 我真的觉得你很好 虽然我妈妈对你不好 但你都对她好 我感激你 用这个方法比我说 你对她好些 然后 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处理 可以怎么处理 这件事 或者我们一起 怎么处理 有没有什么处理 方法有效 如何方法有效 这样就回应她这个感觉 和这个情况 好了 这里我们跳一跳 下次再来 OK 这里说到我一个学员 她做得好的地方 首先我先说好 然后再说有什么进步 几件事她做得好的 一起读 她很愿意去为人做释放 第一个非常好 她愿意去做 第二 她称赞对方做得好的地方 对方做得好的地方 她称赞 第三 她会告诉对方 她进入什么阶段 即她会说 现在我会引领你祈祷 我现在要做释放 我现在要引领你做什么 第四 她会重复对方说的话 让对方知道她听到对方的话 即她会重复她说的话 第五 问对方有没有想过 怎样说邪灵 对不起我留了字 就是问她 因为她说了邪灵 她就问她 她问她 你有没有想过怎样 然后她就 她就说出来 她就说给她听 好吗 做得很好 就是她会问她 有没有做过 以及称赞她 第六 又对方知道她关心 即她真的觉得 即她又表达这个关心 现在我们听第一 第一个段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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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听的时候 用心听 留意听 这个受助者的需要和困难 还有这个辅导者 如何帮她 过程之中有什么做得好 有什么做得可以进步的地方 大家留意一下 还有你静一把声 你就不要去想 她有什么做得不够好 就不要想这方面 就想她做得好的地方 OK OK 好 从我们上次说 做祈祷释放的时候 其实你最后告诉我 都很平安 而且很舒服 好像轻松了 是 不如今晚一个礼拜 那种状态 或者自己意识自己的情况 是怎样 好吗 即是 习宿门 一个星期 就少些口口 是的 是的 那就是 松了一点 但是还有那些 嗯 都没有 你还有什么 你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你感觉到自己有些 都不同的 有些不同 但是跟之前的动作就不同了 都是还有那些灵体 就是那些动作 不是很不动的 嗯 嗯 那你 好像 那些牧师呢 叫我们在清醒神的时候 那些去想想想 上帝和你下去 去投入神的案子里面 你有没有尝试在这里做过 有 你觉得如何 对 那些人都 他好像听我这么暗 清醒神的 那些人 那些人好像都走了 是 接着又回来 我 但是没有这么想 我整身 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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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说 其实你都意识到自己 你感觉到舒服 或者不舒服 你自己有平安 平安 平安 那我们也感谢主 因为你和你在里面 希望你自己的状态 都觉得OK 是 你很好的 好 好 这个停一停 大家听到些什么 他做得好 的地方 这个可能这么多人 大家会觉得有困难 因为可能 不敢出声 就 你想说 给他个麦克服 那些副作者 都很留心 听那些副作者 讲些说 表达自己的意思 他都会重复他说的话 他肯定他在哪些地方做得好 OK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你留意到 非常好 还有没有人留意到任何的东西 我觉得辅导者 你会太短 找声音那里很亲切 是 非常好 OK 还有没有人留意到一些 留意到一些 下一点 大家 这只是为了学习的缘故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什么地方 可以进步 辅导者对于回应受助者的情况 有没有留意到 没有人 我们现在这次再拨 去得到 我们立即停 现在再拨一次 从我们上次说 祈祷释救的时候 其实你最后说到我 都很平安 很舒服 好像轻松了 有没有留意到 不过 那 如同一星期 那 这种状态 就是 自己 要懂自己的情况 是如何 可以说 就是 你识宿了 一个星期的 是什么 有没有 是 那 那 便宽了一些 所以是不是還有一些 這個頂一頂 鬆了些 還有一些 是甚麼意思 是還有一些 鬆了些 還有一些 是甚麼 鬆了一些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是正面還是負面 可以了 再來去那裏 聽回輔導者的說話 還有的意思,你感覺到自己有些都不一樣的 都鬆了些,但是還有的意思 還有的意思,你感覺到自己有些都不一樣的 有些不同的意思 還有些不同的意思表達是甚麼呢? 你感覺到自己有些都不一樣的 有些不同,但跟之前的動作就不同了 還有些靈體的,那些動作不是很不動的 那你,好像阿牧師叫我們… OK,這裡停一停 其實我想說回到前面 有些少許受助者說到還有的意思 還有的意思,你感覺到自己有些都不一樣的 還有些不同的意思 那些意思是想表達甚麼呢? 是… 意思似乎是表達進步的 還有些微釋放了 所以,因為有一個agenda 很想他進步 所以變成就說 你知道那個人還在說我有問題 但他就會覺得他還有進步 但我想大家…事實上我們這樣聽話 是會找出很多東西的 但不要介意,千萬不要介意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 如果聽那些錄音都會一樣覺得同樣的問題 然後他就說到還有靈體的 你聽一聽那個… 跟之前的那些動作就不同了 都是還有那些靈體的 那些動作不是很不定的 那個… 好,再來我們… 那個受創者是說甚麼? 而且還有甚麼? 靈體 那輔導者是說甚麼? 解決 是的,以及你有沒有學到 用到牧師的祈禱方式 他有靈體可以怎樣回應呢? 先用謝先生的例子,記得嗎? 是的,那個輔導者應該問他 其實你的靈體是怎樣的呢? 首先,他可以問他是怎樣的 他有什麼感受? 他怎樣影響你? 令你覺得怎樣? 這個就是先感受 然後才會想到怎樣處理 或者問他有什麼方法 他後面有問的,怎樣處理 那就可以怎樣更有效處理 原因是為什麼會這麼快跳了? 跳了幾步,原因是為什麼? 沒有時間 這個的意思是當時是沒有時間的 時間很趕的 但是依然我們想進入這個transition 就是這個轉接 都依然可以告訴他 還有靈體,可以怎樣處理 就是可以這樣 如果你真的沒有時間的時候 就跳去解決 或者看看他有沒有表達的感覺 有時候有些東西 不一定要每次都回應的感覺 有些他只是想得到解決方法 那時候我們就可以說 有這個靈體可以怎樣處理 或者怎樣處理過 就是怎樣回應他 就不是跳了去,是怎樣祈禱 OK 這裏可以跳了去下一個想法 特別有想法 覺得不舒服 或者覺得最辛苦是幾一方面 我會有些階段 或是很痛 然後我會有些階段 或是在睡覺 我會有些階段 我會有些階段 就是這樣 這樣可能就是動 就是這樣 小小姐,我是叔父仇 這句話,我們都要跟幫助一個人 小小姐,我是叔父仇 你的粉紅塵會移動嗎? 你和我走,因為我要宣教 我要宣教,我要宣教 在這個過程中,很可能 他每次都是這樣 但如果要宣教,他這隻手也要多一點 這隻手要多一點,就要用客戶的 是千十多人 當我們做宣教之後,你的方便會舒服 等一等,這個停了 繼續聽話 在家裡 或者在這個分部裏面,你會覺得 一些體驗,或者你所買的停經法的偶像 會永遠都會放入自己的心裏面 或者由這個動作來擾擾你 剛才你形容,你的手部會有一些反應 但如果想,你會有很多反應 在這裡,他有沒有回應 他有回應 他有回應 就是他在這裡 他有回應 所以有廣泛的偶像 也會留在自己的心裏 或者有這個動作來攪拾你 即是在這裏講 停了 停了 他現在想問什麼 他講得出你的手是有不同的 但接著他問你的情緒在釋放之後有沒有不同 那個意思是什麼呢 可能是原意是這樣 但那個感覺 你再聽一次這一句 再聽一次 那個感覺 即是傳遞的感覺 那老師你形容 你的手部會有一些反應 那個心情 會不會 你這個禮拜見完這個時候 你的心情或者情緒的反應 會不會和以前不同的 心情和情緒的反應 這個傳遞是什麼呢 是否會不會改善 是否會改善 希望它是改善了 但其實 我想告訴大家 幾件事 第一就是 希望大家 有心機去聽這些 用心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 在閉上眼睛 聽聽一下 你會睡著覺 你開眼睛 你聽得清楚些 在輔導是很困難的 聽話是很困難的 因為他會不斷地說 你講一件事 你沒有機會反應 他會講另一件事 接著是三四五 有時候找太多 我們都要截停他 你先看 我先回應第一件事 這樣 他就會一路進展 所以很容易會失去 這是很困難 但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很多人就會有吵架 老公和老婆 老婆說什麼什麼 老公聽不到 就會回應第二件事 這個是幫助我們人際關係 和幫助我們事供 如果我們想侍奉 輔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聽到這些錄音的時候 就讓我們看到 原來人這麼容易甩漏 我們每一個人都容易甩漏 就不要說 他這麼容易甩漏 只是說 我下次聽人說話 真的要留心 不要有一個agenda 因為想他 希望他更加好 好 今次我想做什麼呢 我們在這裡暫停 其實我還有錄音 但我現在不播了 我想你們三個人 分開三個人一組 做什麼呢 一個分開一些困難 可以有什麼困難都可以的 他講出一個問題 這一方面有沒有回應 可以不可以 可以試一下這樣做 這件事是會幫助我們 能夠聽到人的需要 聽到人的情況 然後去回應 這個就是回應幾方面 一個就是他的感受 然後也是 譬如他有沒有用過什麼方法去處理 還有有沒有效 有什麼方法可以將來處理 但最重要的是感覺 就不用做很長的 做少少 然後第三個就回應 問回他們 那這個呢 其實 今天大家來到上課 可能大家說 我最關心的是我自己釋放 我不太關心 我不做得到幫人 就算你想幫自己釋放 你也要知道你自己裡面 到底有什麼困難 我用一個例子 有時候我們每天受到很多說話 受到很多傷 但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知道基本上 某一個人是傷害我們 我們知道他對傷害我們 但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怎樣被傷害 為什麼被傷害 為什麼他這句話傷害到我 於是不懂得解決 因為為什麼 總是覺得他不好 但是我怎樣可以不給他影響呢 就是因為我們某些事情很介意 所以他說的說話我們受影 但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介意 我們不知道我們介意什麼 當你留心聽別人說話的時候 其實也修補很多關係 也都留心到 原來我是這樣想 原來我是被一些影響的 這個其實是幫我們示奉的一個提升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想做釋放 最主要是學什麼呢 怎樣奉耶穌名 奉耶穌名 那些情人都走了 覺得這樣就搞定了 很簡單 也有很多人跟我說 牧師你給我祈禱 你給我祈禱 你給我祈禱 讓我有廣道的恩慈 彈琴的恩慈 哇 這樣就很簡單了 祈禱的恩慈 可以一祈禱就行了 趕鬼的邪靈 的恩慈又可以了 彈琴又可以了 廣道又可以了 有什麼邪靈 有什麼邪靈 跟人相處 都要回應人 很多說話 所以這個看為一個 處理你跟人的問題 的一個重要的步驟 然後我們下個禮拜再繼續說 怎樣可以有四年充滿 去跟人做釋放 小海奔 你不覺得我 好痛 後來 好痛 多噁心 今天